上回说到佟林到了清真寺。 叫了半天,里边没人出来,佟林就进去了。 佟林刚往里走了几步,铁三把,犹打里边出来了。 哎呦,佟侠哥爷,您来了,我正准备出去接您去呢。 铁三把,您好啊。 两个人彼此请了安。 海川就问,铁三把,我喊了半天回事,怎没人答应啊。 嘿嘿,侠哥爷啊,咱们这寺里头可没回事的,不瞒您说,咱们叫民随便出随便进,怎么着都可以。 妈,没回事的规矩。 哦,原来是这样,下回来我就知道了。 海川随着铁三把往里走,顺着北边的脚门往东走,走到第二层点。 南边就是大月台。 在东大殿前有一部篮子。 这大殿威鹅壮观,斗拱重演,讲究极了。 海川正瞧着呢,巴搭,北屋门帘一响,腰打里边走出一个人类。 铁三把高声寒嚷,铜侠可爷来了。 海川一看,好人样啊。 海川可琢磨出来了,这个人是不是辅圣标局的标主,鼓上飞仙丁锐龙? 还真让海川猜着了,这个人正是丁大把。 这丁大把,光头没戴帽子,顶还没卸呢,花白剪子骨小辫。 花白的眉毛斜飞入天苍一双大眼,朔朔放光。 鼻如玉柱,唇似丹图。 一对元宝耳朵,上嘴唇,一字起口。 海下的胡须也就一尺来长。 海川按书大指,这丁大把还真够个份。 铁三把用手一指,侠客爷,这位就是我哥哥,鼓上飞仙丁锐龙丁大把。 哥哥,这位就是童侠客爷呀。 丁锐龙赶紧过来,抢不进身请安。 侠客爷,丁锐龙给您请安了。 丁大把,我统领可不敢当,统领给您请安。 两个人彼此打痕都请安了,互相都有爱慕之意。 海川年轻,海川仙说话。 丁大把,听铁三把常常提到您,我仰慕已久,就想跟您见个面。 今天,依为我统领平生之愿。 侠客爷,侠客爷,您也太客气了,久仰您的大名如雷灌耿,我们寺里头老爸爸经常提到您。 我呀,早就想到府上登门拜望,不得机会。 侠客爷,此地不是讲话之所,请。 铁三把就把链子掀起来了。 两个人进来,同里一看,屋里的陈设也十分讲究。 就在正中八仙桌子脚这儿,站着一个人。 嘶,海川觉得这人有点眼熟,个儿不高,挺瘦。 一身黄土布的衣服,腰里纱着绒绳,搬尖撒鞋,白袜子。 黄黄的眉毛一双大眼睛,挺有神的,岁数呢,在五十上下。 脸上有几块伤,刚定了嘎吱。 丁锐龙用手一指。 二位,认识吗? 啊,丁大把,请问这位。 哈,你们二位可见过几回面了。 见过几回面了? 海川再一看,这人鼻梁鼓上跟脑门上都有伤。 海川还没明白过来呢,这人过得请安。 夏可爷,我给您请安了。 对不起您,我访了您好几次。 就是,没能跟您见面。 因为我不敢啊。 夏可爷,我在您面前可栽了跟头了。 哦! 海川明白了,这位就是领着我四四六成墙的那位。 不不,是我同林栽了。 夏可爷,是我栽了。 您看,我这脑门跟鼻梁鼓上可都有伤啊。 我栽了? 不,还是我同林栽了。 听打拔也乐了。 你们二位是不打不相交啊。 夏可爷,这是我们教中的一位兄弟。 神行无影,五金堂。 他呀,就是腿快,能那可不成。 夏可爷,你从江南押着盗宝的亲饭回到北京,从菜市口一走,他呢,就在西豪年堂这台阶上站着呢。 他看见您了,就想拜访拜访您,可他又不敢。 所以呀,他才仗着胆子,带您溜了几次城墙。 说到这儿,五金堂说话了。 夏可爷,第四次我可栽到您手里了。 我追着追着。 您迎到我前面去,我扭头一跑,有人一抄我的脚婆子,把我从城墙上扔下来了。 那不是您是谁? 我还听见您说了两个字,淘气。 您瞧,我这跟头栽大了吧,这伤就是这么来的。 不对呀。 童林琢磨这里头有事儿,我也没说了俩事儿,我也没抄他呀。 童林没说话。 不,五兄啊,还是我栽了。 您在我大褂上拴了成砖,又掐了我的鬓,我都不知道啊。 哎,我可没这么大能力。 我这两条腿是不卖。 告诉您,拴成砖绝对不是我五金堂干的。 嗯,童林明白。 就凭他这本事儿,就凭他这本事儿,能掐我的便碎儿,大褂底板上给我拴成砖。 不是他。 可这又是谁呢? 谁抄他脚脖子的呢? 童林没说。 五金堂跟童林两个人客气了客气。 丁大把用手一指,别客气了。 坐吧。 就在这时候儿,铁三马呢,就把李屋这帘子给掀起来了。 尤打李屋里脉步走出一个白胡须的老人。 锐龙啊,把我跟海川,我们爷儿俩给指引指引吧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声音十分红亮,海川一看,眼前一亮啊,这老爷子。 个儿不高,中等的身材,圆背封腰,身上穿着米色长衫,腰中杀着绒绳。 脚底下是福字旅的鞋,两只白袜子,白棉头的汉衫,望着脸上一看,赤红脸。 呵! 这脸望出泛红光啊。 白胡子,半截是黄的。 两道残眉鞋飞入殡,植入天仓。 这老爷子,微微一抬着上眼皮。 咔! 二毛子金光炯炯,就好像两盏金灯。 老人家笑容可居,风采可爱,捋着银蓝望着一站。 丁大把就跟同林说海川哪,跟老爷子见过面儿吧。 海川愣愣了,定大把,这位老人家。 你不认识了? 你琢磨琢磨,这是清真寺,老爷子能是谁呢? 哦! 海川明白了。 老前辈,您是不是老塞海爷? 哈哈哈哈,同林啊,海川哪,你的徒弟没跟你面前提过我吗? 同林赶紧下跪。 老塞海爷,老前辈在上,受万圣同林一拜。 得啦! 起来吧! 我们清真人不收礼啊,请个安就行了。 海川赶紧跪倒了,给老爷子请了安,老人家用手相掺。 这位正是老塞海爷金元。 因为当初徐元少府刘俊,这三个孩子被困在八卦山十八颗羊,让八卦连魂谱的法缠几个人给横住了。 幸亏老塞海爷,骑着千里追风特盗了,把这三人给救了。 而且,夏广东请来王石谷惠太吉,才把盗宝的国贼韩宝吴志广捉住了,国宝才能还朝。 同林信说,老前辈确实对我同林有恩。 海川非常智诚。 老爷子,孩子们可多亏您大叫。 哈哈哈哈,海川哪,不是外人。 海川这时候不明白老塞海爷为什么说这句话。 因为海川不知道。 海川的哥哥镇东侠侯廷是老塞海爷的书北师职啊。 侯师弟兄,那跟老塞海爷的关系不是一般。 。 侯师弟兄的师父是谁啊? 是西域大侠马四拔。 那马四拔可是武林中头一流的人物啊。 这些事呢,咱们以后再说。 。 所以老塞海爷乐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,不是外人呐。 海川别客气。 啊。 徐元少府是你哥哥侯振远的徒弟。 他们侯家跟我另有渊源,将来你会清楚的。 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啊。 这是我分内之事。 。 我从江南早就回来了。 海川哪,你可好啊。 托老爷子的福,坐下坐下。 咱们把这事啊,给说穿了。 铁木金哪。 叫我在他寺里头担点事。 五金堂呢,爱你。 几次拜访你,带你六成枪,我全都知道。 我告诉你,他不是坏人。 啊。 你们两个人可要交个朋友。 他呢,就是脚快点儿,腿快点儿,别的能力可不行。 结果呢,塞了跟头。 至于你说到拴成砖的事儿,他可没跟我提呀。 这孩子不会说瞎话。 得了。 说到这儿就算了。 上查吧上查吧。 几个人落座有人献茶,一边喝茶一边聊,这功夫可就不小了。 老塞海爷喝着茶两只眼睛眯缝着看着同林。 海川哪,我听说你奉师命要行一家武术,叫八卦棉丝盘龙掌。 这一趟功夫。 我这么大岁数呢,只是听说过没瞧见过。 海川。 今天你既然来了,能不能到月台之上练趟功夫,让我们有几个开开一眼呢? 如果说别人让海川练,海川不见得练。 可是老塞海爷是老前辈啊。 塞海爷一说,海川就不能不练了。 一个对我们有恩。 再说,他刚才说了,跟哥哥侯振元另有渊源。 得了,我练练吧。 再说我练的有好处,人家是武林界的前辈。 我哪个地方练的不对,人家一给我指点,我这能力就撑撑的往上涨啊。 好吧。 海川是个谦虚的人。 老人家,按说我不应该搬门弄斧,既然老人家吩咐下来,弟子就要献丑了,请老人家指点指点。 海川哪,你太客气了。 老人家,请吧。 咱们到月台上去。 海川把包袱放在桌上。 大家伙儿啊,都从北屋出来了。 这月台呢,就设在西殿跟东殿的中间。 上头铺垫的挺平整。 在这月台上练功,是个天然的好场子,月台有二尺多高。 海川蹭,上了月台了。 老筛海爷在月台下一站。 海川哪,好好练。 啊? 练出来,让老爷子我瞧瞧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这老筛海爷在晚辈面前,就透着有点狂。 有点放份儿了。 可海川呢,是规规矩矩,一公道地。 老前辈,丁大把,五爷,铁三把。 给我瞧着点。 海川说完话,脸冲冬,望着一站气罐丹田,二母凝视,心无杂念。 左手在前,右手在后,左脚须,右脚时,拿庄站稳了。 龙香虎坐,提顶吊当。 然后取无极之士,晃动身形,走开了过步,双手揉动。 当初老师在卧虎山怎么教的,现在同林一朝一世的就怎么练,是规规矩矩。 为什么? 因为他知道老筛海爷是高人的。 海川一点也不敢疏忽大意。 八八六十四是八卦民司盘龙掌,外加三百六十四摇,尽命连环掌,同林是运用自如。 海川的能力确实不错了。 可以说炉火春青,登风造极了。 想到哪儿,练到哪儿,心念合一。 昭树使出了,又扎实又好看,连海川自己都觉得挺美。 古尚飞仙丁锐龙,信说罢了。 我丁锐龙授老师铁掌赛昆仑方飞方四爷的亲传十六年。 南七北六十三生我创荡江湖,我总认为自己不错了。 人家同林可比我胜强万倍啊。 五金堂两只眼都直了,还带人六成强呢。 幸亏没让他把我逮住,他要是把我逮住,拿我当成坏人,我的命就没了。 没法比呀。 铁子马心说,嘿,我的妈呀,我三亲二十母,全扔出去了。 再把我俩哥哥六亲四十母搁的一块,我全卖了。 我也练不出来这功夫,人家是明师出高头。 哎,老筛海爷有大心理也赞成。 这小孩童林的功夫确实不错。 三十岁,功夫能练到这种程度,不简单。 可是老筛海爷呢,确实岁数大了,有这么一点狂。 哼,一看童林练这八卦棉丝盘龙掌,老爷的心里琢磨。 你看他这一朝一世,功底扎实,他晃动身形透出的美,其实童林呢,是练得好,自觉带出一种美的。 老筛海爷,老筛海爷看不过去了。 这小孩要点狂,我得打打他的狂气。 海船呐,别练了。 老筛海爷说话了,童林赶紧收住招式。 听着吧,看老爷子说什么。 童林啊,我以为是什么南七北六十三省赫赫扬名的八卦棉丝盘龙掌。 看清啊,也是弹腿。 老筛海爷的话说了一半,后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呢。 他什么意思? 那意思,你这功夫也有打弹腿的演化出来的。 这话还没说完呢。 那么这话说的对还是不对? 也算不错。 从南京到北京,弹腿出在轿门中。 那清真门弹腿确实是了不起呀。 从武术来说,各门武术之常都能把人家清真的弹腿的精华演化进去。 老爷子没说完,这话刚说到这儿。 童林心说,师父让我兴一家武术,感觉我这功夫是弹腿。 您教我弹腿,我兴得出去吗? 那老甩海爷说出这话里的没假了。 人家弹腿是清真门的拿手的功夫。 哎呀! 这师父怎么教我这个呢? 这是怎么回的事呢? 海川心里不舒服,难过,眼泪都快出来了。 就在这时候,有几个人进了清真寺游西望东走。 我良福,善哉善哉,那么阿弥陀佛! 声音红亮,海川跟老塞海爷以及丁大把这些人顺声音回头一瞧,来了四位。 两位老道,一个和尚,一个俗人。 前面这位老道爷,泪瞎佩剑,银灰色的道袍,银灰色的中衣后点儿云鞋,一部银人飘洒在前胸,两道残眉。 一窗绘幕,神光足满,准头端正四字海口,一对圆包耳,卸了顶,晚发掐关,竹簪别顶,背插尘尾。 第二位,正是海川寿宴老恩师,谭笑轻居吴鸡子,二爷上道名。 第二位,个儿比前面这位稍微高点儿,长方脸,两刀剑没一双虎目,鼻指口阔,大耳垂轮,一部银人善满胸,也是晚发掐关,金簪别顶,背插纸尘,腰配宝剑。 老县长把脸一搭了,可不高兴了,这位正是爱连居士太义剑客三爷和道员。 海川的恩师啊,两位恩师一道,海川乐坏了。 再往后一瞧这位声音洪亮的大和尚,晃荡荡,平顶身高,在八尺开外,前胸宽臂膀后,虎体雄腰,身穿黄色的僧袍。 黄中衣,黄森鞋,白绫的高腰袜子,长得死方大脸。 两条眉毛,雪霜白,一根儿黑的都没有了。 瘦毫挺长,两只绘幕放出光芒,鼻如玉柱,唇似丹霞,大耳垂轮,嘿,天生的罗汉象。 头顶上,明显显露着六块受剑的香巴了,背插浮尘。 再瞧这最后一个,大家伙全都是一愣啊。 后边这位俗人是谁,下回再说。